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小张盲盒的第一期 第一次一个新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呢 还是有一些小期待和一些 不确定的感觉在的吧 其实也不知道 就是会做的怎么样 并且是大家看上去观感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上面有很多可能性吧 然后也可以随机的给大家发不一样的内容 对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 想法就是小张盲盒分为几个板块嘛 然后我就看心情 如果这周的心情想发这个板块 我就发这个板块 如果下周的心情呢 我觉得想发另外一个新的板块 我就创造一个新的板块 并且发的那个新的 然后后面就选择那几个板块 对但是也可能不会定期的会有新的板块出现 对今天呢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东西 对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近期的一些 嗯生活的一些记录吧 嗯生活的一些记录吧 虽然没有太多 但是就是 也有尽力的在给大家 嗯记录身边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可能有时候 确实没有想着拿起手机来 但是以后 希望能多记录记录身边的生活吧 对 然后 我准备去卸妆洗澡睡觉了 那大家就早点休息吧 嗯 OK晚安 拜拜 今天在拍摄 然后现在天上星星慢慢的出来了 咦那是什么 啊那是那个喷水车 那是那个喷水车 给大家看看 嗯看星星 看不到 能拍清楚我自己吗 好热啊 有了挺多汗的 嗯 开始了星星比较吧 今天呢 好热啊 大家带大家感受一下 夜晚 草原本好的感觉 好吧 差不多了 好热啊 再回家休息了 拜拜 拜拜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